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请合掌 南模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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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 请放掌 各位大德晚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高兴又到我们 大家一起来演习 善导大师观金释帖书的时间 这次是第28次 今天要讲这个中品下生 从中品下生开始讲 首先我们来看经文 这个已经到120页了 120页这个地方 上次讲义 还有差不多一页没有讲完 从那里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经文 中品下生者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孝养父母 行事仁慈 此人命欲忠实 欲善之事 为其广说 阿弥陀佛国土乐事 译说法障比丘48月 文词事仪寻即命中 譬如壮士屈身必擒 即生西方极乐世界 今七日仪 欲观世音即大事智 文法欢喜得虚托还 过一小节呈阿罗汉 是名中品下生 是名中辈生祥 名第十五官 所以中品下生分成七段 我们先把这文字简单看一遍 中品下生 我们记得中品上中下生 这三个都是偏向小胜为主 不像说上品 上品那个上中下都是学大胜的 这样的一个职职 我们中品大概以一般的世间的善法 或是持戒 比较偏小胜的一个基础 中品里面的最后面这个下生 当然就更一般的 就是说只是世间的这种 孝养父母 行事仁慈 只要是一般的善人 你没有学佛也做得到这样 这是一般的标准 行为标准 以这样的一个平常他不见得有学佛 只是说这个人在快命中的时候 他刚好遇到善知识 有这么好的因缘 当然这好因缘你也可以说 他是因为这一世都孝养父母行事仁慈 也是算广结善缘 所以他有这样的福报遇到善知识 当然你也可以推说更远 数字以来有善根 不过因为后面那个下背生 等于下平的这个几个都是平常作恶都端的 所以他要讲善根都是讲素世以来善根 这辈子因为照媒太多了 但在这里强调就不是把它推很远 来对你讲阿弥陀经的种种状况 当时法杖笔记发了这四十八愿 所以你因为相信这个法杖笔记发的愿 他圆满了这个愿成就这个极乐国土 所以你愿意去那里 所以这几句话就已经隐含着说 这个临终者他有听进去 他愿意去也发愿去 所以文字没有很明确讲说 也要念佛 发愿往生 没有明讲 但是这一句话的含义是这样 那听闻的这些事情 循集命中 一命中之后就像手臂伸直一样 就马上去了 所以表示是立刻就去 那针对这一点虽然说九品里面的每一品 他的文字略有不同 但是就去的那个速度几乎都是一刹那的 这个我觉得没有差别 从文章上看不出差别 有差别是在说你去了之后 一去会先在这个莲花的花苞里面 先合着然后再开 这个开的时间是有快慢 那这里说今七日 后面会解释说 他这里七日指说 一旦莲花开了之后 经过七天以后 才会遇到后面这个 观世音大师来跟他说法 但是多久才开呢 这里没明讲 就变成要看前后文 因为前面中品的钟声已经有讲说七天才会开花 花才会开 那表示他应该比七天慢一点 那因为后面那个夏品上升是七七日才会开 所以显然他开花的时间可能在 落在这个七天到七七四十九天这中间 等于上下文去推敲的话是类似这样 那底下会有补充说明 所以这个是一旦开花了之后 花开了之后就能 有观世音大师来跟他说法 那说法完之后 你看得文老翻识就马上得这个虚头缓 就出国 在金一小节乘阿罗汉国 他不是乘菩萨乘阿罗汉国 比方说他的根性可能就是一般的行善 所以他心量还没有很大 只是先从这样基础的基础慢慢学 以后再慢慢往上升这样 所以到这里为止是钟品夏生 那整个合起来就是钟辈生祥 有三个嘛 那这是第十五关 那这七段我们就一一来做说明 那这七段第一段就是讲这个总举这个行的名称 这行的名称就是指他行的是什么呢 就是世间的善 世善里面的善符 比较 比较善品的这些善事不是很一般性的 通常解善符后面也会再做一点说明 从怎么角度来讲是善符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说世善就只有这么一瓶讲世善 九瓶往生里面 只有这一瓶这样讲 就没有分次啊下 有没有 我们在善符的时候 不是有这个学大圣的那个 上善 次善 下善 有没有 上 次 下这样 但这里因为世善只有一瓶嘛 只有中品下生 所以没有次跟下 那你竟然没证明一下 为什么你这里称善符 你要跟什么来叫善 他回答是说 世善虽然是只有一瓶 但是一瓶里面本身也可以上中下 如果要细看 这是一种讲法 所以故只有举这个善符来写 次跟下符都涵盖 所谓一瓶花开瓷束 及其意也 就你即使这一瓶里面 我刚刚有先讲说 他花开可能是7天到49天之间 所以也许有人是14天 有人是21天 那这样的一个瓶数 某种程度就可以代表说 你行善是上中下这种层次 这是一种解释 另外 如果对于下面那个下符 上中下生那些所谓恶人 总以示善探言上符 我们一般的世间的善 对于那些恶人来讲 我们就是上符了 所以并不是对里面的细分 上下叫做上符 而是对后面的恶人来讲 所以这一瓶叫上符 那我们这一瓶就有提到说 善男子是善女人 其他瓶没有特别这么讲 尤其是后面的 都没有称我们往生者 临终往生者是叫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这一瓶可见是上符 那又是善轻微 这世间的善 尤其我们一般做善事 常常都有一些拙相 有时候捐款是为了能够扣所得税 类似这样 我们平常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企业家如果他收入很大 这个是很明显的 所以人家财务规划也说 你要捐多少以上 你总共要缴的税会减多少 反而赚一些 所以有些人精算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是指说 如果要跟往生有关的话 唯有上符 在世间种种种形善里面 那个善是要比较好的善 比较正常的正确的善 才能往生净土 其他那些孔男生 故上文云 这是在前面第五十一页 我们不翻过去 大家有兴趣自己再翻 就是世善轻微感报不拒 有这样的说明 在前面那个文字里面 那上面的以上这个六瓶 上跟中这六瓶 虽然都是善人 但是为什么只有这一瓶叫善呢 那其实是以中来显示 那对下瓶方云上的 等于说下瓶是二人嘛 后面那三瓶 那上面这六瓶都是善人 那为什么每一瓶有些地方没有特别讲呢 那这里 其实读到这里 大家应该有一个印象就是说 善老大师 有些纯粹看那个经文没写的 他都会再做一些解释 他的解释就是因为上下文有这个关系 所以他认为 虽然这里文字没写 他应该是省略的 这个意识是在 这个论点大家要留意到 所以这样 有这些补充下去之后 你就会觉得 哦 这样整个九瓶的 串起来的差距是很順暢的 比较顺暢的 所以总之以上六瓶都是善人 下面三瓶才是平常作恶的那种人 那我们平常中品孝生的行为是什么呢 剪姬就是指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如果你做的后面这个就是勘受的姬 如果你不做这个就是不是这一瓶的姬 那受法的不同就是指 因为这一瓶特别强调的是受孝养父母刑事仁慈 那底下分四段 所以第一段就是剪姬 就讲这一个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这样的姬 那第二个就是 校养父母奉顺六亲 就是讲这一句 校养父母 那这就和初符的第一第二句 初符三符 敬业三符 第一符不是校养父母奉事师长 有没有 那个奉事师长这里没写 但他有涵盖这个意思 就善老大师要解释的是这个 他已经把奉事师长也含在里面 只是他这里把它写成奉事六亲 六亲当然很多定义 你如果查字典 查网路 就很多种讲六亲是什么 但是大部分都是指亲戚的关系 就家族亲戚 比较少讲到这个师长 所以等于是这里并没有名讲这样 那校养父母确实就有涵盖了 不只我们父母我们所有的亲戚 不能讲好名 就亲戚啦 亲戚 遠近亲戚也都要很和睦这样 那第三就是此人性调柔善 不简致他 就是不会说分 这别人我不要管他这样不会 那见物招苦 就物就是不是指东西啦 在这种文章里面他物都是指别人 对方就是也是人都是指人 说见到别人遭到痛苦 当然在佛教就更广啦 不只人也许动物啊什么这些 就是有情的众生啦 所以见到这些遭到苦难了 就起这种慈禁的心 希望把他救拔起来这样 这样其实已经讲完了 但是你看善导这又有一个第四 他说证明持品之人 不曾见文佛法 亦不解希求 这里其实没讲耶 他只是从这样的文艺里面去推敲出来说 他没有讲到他有学佛 所以他可能这一生到目前为止 没有见到没有听到这个真正的佛法 也许有人这样随便讲过 他没有信进去 没有真正去学习 所以也不了解佛法内容是什么 然后也不寻求说我要什么出三界啊 要了生死啊 他可能就没有这个 他只会说佛法都是教大家做好啊 拜拜啊这样等等 就是很一般性的 所以他这里等于这一句话就是 这一段是虚的啦虚科 等于是由善导大师认为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自行效仰嘛 一般他不是听文佛法 他就是一般的这个世间伦理道德 他遵循他就自行就这样来 有效仰父母等等 好那我们来把这个六亲啊 这几个地方 红字的部分再做一点补充说明 你看说法不一六亲 有时候是父子兄弟夫妇 这样叫六亲这是一种 也有说父母啊兄弟啊妻子 妻跟子这样 或是说父子兄弟孤节生旧 等于孤孤 等于妈妈的这一边的嘛 妈妈这边的这个 要怎么描述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左边这个都是父亲这一边的嘛 那因为我们是父系社会嘛 我们现在 那母系那一边的亲戚就是孤节啊生旧啊 有时候我也不太理解这个细节要怎么分啊 因为查词点有时候孤节 我以为是姑姑跟姐姐 但是有时候孤节就是 姑姑里面的比较大的那个叫姑姐 那比较小叫姑妹啊 也有这样的解释啊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 我们也类似这样 那婚购是指说透过婚姻关系 比如说我们家族里面 那些娶谁进来啊等等 或是嫁出去就变成殷勤 所以有 那娶进来 那当然他那一辈 他背后的那个亲戚 也都跟你有关系的嘛 所以那就是殷雅的关系 很多种啦 那当然父子也有人讲到是 上一辈祖父等等这样 看你怎么去形容六啦 总之就是我们整个比较广泛的这个家族 有来往的啦 初福第一第二句 就是传道具就有提到说 没有啊没有讲到奉仕师长 今天我没讲 为什么叫何第二句呢 那这里就回答说 世间的善虽然很多 那归纳起来就是两个 一个是尊敬我们的这个 上辈就是说 比我们高的 或是往下慈爱他们 那近上就是 孝养父母奉仕师长 慈下就是 慈性不杀修十善业这些 所以现在近上行中 只有举孝养父母 而显奉仕师长 所以经文虽略而有其意 故云何第二句 只是没名讲 但理论上他应该包括的 通常我们如果说 这个人对父很孝顺的话 他大概对老师也不会很轻慢 应该也都是很尊重的 这个习性是 不会说 很奇怪这样 应该是 那不曾见闻佛法 他说今此一段虽无经文 而总显 世上的大义更立虚科 等于是善老大师特别这样讲 所谓不见闻佛的一个教法 故意不解之 出离的要道 因为他没有深入去学习嘛 所以也不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 虽然说我们一般人 你世间在形上 你难免都会 多少也了解说 哦这是佛教 这是基督教什么 也听闻一些 但是 你没有真正花时间去理解里面的教义的时候 有时候是搞不太清楚状况的 那如果不学佛的一般大概就是这样 就觉得就是吃素啊 做好事啊 大概这几项 所以这种 就是一般这样的人的话 那其实说 有些人是虽然他已经见闻佛法 他有学佛 但是他不求出离 他不是求了托生死 他觉得 我只要这一辈子过得比较顺就好 类似这样 那或者我现在烦恼赶快能够解脱 就是能够减轻这样就够 所以金举 不闻不稀之类固闻不解稀 所以这里应该讲说 这一类的不是指上面这种 已经见闻佛法 只是你不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不是指这种 是说你根本都没听过 没有真正学过佛的人 所以你当然也不了解 是指这种人 那他说 因为一般效行并不一定要佛教啊 所以前面才会讲说自行效仰 你自己行不是听佛法而行效仰 这样 那袁兆律师他注解说 我们所谓做人家的这个子女啊 就是要执老侍奉 顺色承治 顾名效仰父母 儒教 儒家就是觉得下我为百行之先嘛 就是百行之本 你能够下我父母 你其他的才会 也跟着把他做得比较扎实 这样 其他好事 那推己己悟 博师祭奏 所以叫做行事仁慈 儒家以君子之德 做一个谦谦君子 就是对于 所有你出去外面的这些 与人接触的都要有一些分寸 要给人家做一个好的榜样 这样才是一个君子 其实儒家本来就是 常常强调格物自知诚意正心 你要齐家之后才能治果平天下 所以有这样一层一层的步骤 所以齐家一定是治果之本 你家如果不齐 你说外面你工作要再怎么好 短暂也小 但是长久是不稳的 你一直挂捏在家里 没有处理好的 所以一定是一步一步 那于生前积善 就在这一生 临终前这一辈子都在积善事 有这个善业 所以临终才遇到这个机缘 有善知识来跟你说法 所以看此人命运忠实 遇善知识 为其广说阿弥陀佛国土乐事 一位法杖比丘48院讲这些 那这里讲说是第八门 第八门 那你要记得 就是上辈生 中辈生 下辈生 就是十四 十五 十六这三官 最前面都有一段话说 每一屏都分十一门 有没有 三个官的十一门都差不多 文字差不多 只有少数地方会有一点差别 那会特别拿出来说明 否则都差不多 那特别 因为他把它标这里 这一段叫做第八门 就会引起一些 那跟这个结构不太一样 因为原来的第八是 回所修行 向所求处 就是回向嘛 回向愿往生嘛 那这里看不出来啊 对不对 文字并没有直接讲回向啊 那赛老大师讲说 没有 这是第八门 临终逢遇善法 某种程度这就相当于回向 回向往生 因为你会这样听 听得进去 有效果 因为后面往生嘛 所以表示你一定听进去啦 否则怎么会有效果 因为要具足训练型嘛 所以 因为 像传统记他们就 这个柱姐家 柱世家都很厉害 他都看得很仔细啦 这种我们平常这样堵溜过去 不会注意这个 他们就斤斤计较 每个地方 讲得有点不太一样 都要讲出一个道理啦 对 他说立准于品 你看其他品前面讲这么久了 命运中的文都是在讲第九门啊 对 第八门都讲回向愿往生 平民这里没有 那为什么这里的文 把它归纳为叫做第八门呢 他回来就说 第九门重点在圣众迎接 由西方三圣来应接 但这里没写 所以虽然说已经 临终若无圣余 怎么叫第九呢 先把他说 这归在第九不太适合 那凡九品者 就整个九品往生啊 往上看那五品 每个十一门 次第都没什么杂乱 但是下面的三品 他很多就简略掉 所以至临终时同时聚前八门 这后面啦 后面那三品 所以 那只有当品 比较特别 这一品受罚在平生 回向在忠实 也叫平生是什么 就是刚刚讲那个夏顺父母那些 刑事人质 就是平常 那这一段 就是 善知识说法就是在讲回向 他是这样解释 这就是回向 所以金属第八门 因为下面那一段无止事宜 就是在讲第九门 所以他说没错了 不要以为这里写错 这是对的 第八门 欲逢佛法 欲善知识 经文刚刚讲 欲善知识 位取广 说阿弥陀佛国土乐事 一说法杖比丘四十八愿 袁照律师就对这个 什么叫善知识 做一个很简要的解释 说以善 以善来教化人 众所知 大家都知道 都认识 大家就知其道德 事其仪貌 等于他的仪态威言 都让人家觉得很可信赖 表现很好 道德很高 这样才叫善知识 他是以善来教化人 他就举一个 典故 法华经里面有一个庙庄园王本四评 法华经是七卷二十八评 这个庙庄园王是在最后 第二十七评讲这件事情 他大概是这样 我们简单提一下 就是说这个庙庄园王 他在这讲的时候就是 比如说这个王他在以前 几世前 以前也是很有善根 但是其中有一事就是 可能是有一些邪见 等等 就是增长 所以到庙庄园王的 他这一世 当庙庄园王的时候 没有机会接触法华 就 但是他 有一个好的太太 跟两个学佛的儿子 他们就很记忆觉得说 尤体这两 主要是这两个儿子 就是说我们要好好 他本来 儿子是先度化母亲 母亲是说 你要 父王也要度 那 儿子就说 父王很难度 他是破落门的 那种倾向 这个很困难 那妈妈就说 那你当然 这样不好度 你就要用点方法 所以他就显神通 这两儿子太厉害了 上身出水下 生出火 类似那个神变的这种 大变小 小变大 这种很厉害的 那父王一看 这儿子怎么这么厉害 就问说儿子 你跟谁学啊 他说我跟佛学的 当时那个佛 那说哦 不错哦 他就想 那儿子就说 那你一起来跟这个佛学吧 就 就顺着儿子就一起去了 那因为这法华经嘛 所以那个佛是在讲法华经 只是说举这个例子是说 你的儿子 妻子 儿子啊 都是善之士 善之士不一定是出嫁咒 他主要要举这个的在讲是这样 善之士大因缘 即使妻儿为善之士 这里的这个例子用这样 所以只要能开导 不举身或属不一定 当然有出嫁众来开导 你听得进去 那也是一等一的好机缘 即使不是我们自己亲戚 自己的这个最亲的人 讲几句话 如果他听得进去 那当然也是善之士啊 所以我们很努力在这里 严习这个经典啊 我们也要有那个报复说 某种机缘成熟之下 因缘合而之下 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善之士 只是说我们能力也要够啦 也要判断状况 有时候譬如说 某些人临命中了 那其他人邀请你说跟他开导一下 但你对他完全不认识 你讲话他不见得听得进去耶 所以这个还是要弄清楚状况说 往生者他的平常的状况是什么 他的观念大概怎么样 所以你讲才能讲到重点 否则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这个都是需要学习啦 他说 现在这个中平下生啊 他是真正 真正是世间的善人啊 校养父母啊 可惜没有经验闻到 听闻到这个佛法 所以当他病重的时候 若还相当清醒 你就可以跟他讲佛法 那这个时候因为时间不多嘛 这个时候不要讲别的佛法 来不及了 你要再跟他从金刚经开始讲起这样 那已经听不进去了 所以你就单纯劝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 讲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这四十八愿很重要 就是阿弥陀佛建设西方世界的蓝图 如四十八愿就晓得极乐世界 它有什么好处啊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四十八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很具体的一种介绍 一种说明 所以我们都要多少熟悉啦 四十八愿你背不起来 至少要讲几个 来诱导临终者能够听进去 但我们上次也提说 临终当然我们也不见得把他看得很狭隘 就说马上要断气那一种 通常那个实在不容易 那有没有一种状况是说 上次讲医生说你还有三个月的生命 半年的生命 或是说你最多只能活三年 那有某种程度类似说 已经被宣判了 那你就有机会学我 就赶快更努力更积极一点 不像我们平常有时候觉得 我应该回到八十嘛 因为平均寿命八十了 所以还很久呢 就觉得慢慢没关系 不能纯粹以这样的想 这样有点冒险 好 接下来第四段 文此事宜寻集命中 听文上面这些话 当然就是包括你也听进去了 也回向往生西方 所以一命中譬如壮士屈身必寝 就这样瘫子而已 就马上升到西方了 所以这就是第九门 得生之欲 去时的急速 就这么快啊 这么快 我刚刚讲 去的这个速度 我觉得九瓶看不出差别 都一样都是马上去 去就马上去 所以原来第九门用的这个 就是共通的文字就临终时 盛来迎接不同 去的一个快慢 这里大家会不会想到 为什么没有明显写盛重来迎 然后后面就会解释 因为省略 他一定有这个意思 一定有这个意思 所以传道具就这么讲 此品人往生时 可有来隐 有没有来隐呢 金略不说 他说可有 应该有 金只是把省略没有说 因为平民之中有十一门 何局当品无银皆也 其他都有 怎么会只有这个没有 不会的不可能的 旷父佛愿不虚 他就指这个四十八愿里面的 说 用往生者必可感佛隐 若不来隐 第十九愿便是屠色 就虚色啊 对不对 第十九愿把他引出来 色我得佛十方众生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至心发愿欲生我国 临受忠实 甲令不与大众围绕限其人权 不取正觉 所以他明明有这个愿啊 所以我们要相信有这个愿 所以在这一品他只是省略的没写 今七日疑 就是生今七日 到那边花开不开 主要在讲这件事情 那这里就 因为文字不是很清楚 到底七日疑是花开 或是听闻佛法 没有讲很清楚 那我前面有一些解释说 这是来讲 花开以后听闻佛法要经过七日 才会听得到 但是花开没有讲 那这里就讲 他是要 这里其实也是有点含糊 就是有时候还要解释这边 有时候解释那边 那我们顺着这个来看 他设一个问 中品中生只讲七日这个事情 七日 我们现在讲中品下生 对不对 那前面是中品中生 上个礼拜讲过的 他还讲七日 那二品的花开 何其等也 为什么一样 他觉得照理他不一样才对 波州站他回答就说 你看善老大师另外在波州站里面就有提到 七七日后饱花开 讲这一品 中品下生 是七七日 所以 以此得知 中下品中有很多根基 重基 就是有的比较根基利一点 有的比较顿一点的 所以他是 应该在七到七十七 七七四十九 七天到四十九天之间的这种根基 那中中品那里 上礼拜讲那个七日是说 最迟七日花就开了 他可能早一点 但是最慢到七天一定开 所以不会杂乱 但对下上品 就是后面 待会晚一点我们会讲的这个 下上品 下品上升这个 七七日才会花开 所以因为后面有讲七日 前面有讲七日 所以表示这一品就在七到四十九之间花开 就是下面这个总结 故知此中下品 花开为七日之七七日之间 那中下人 为什么刚刚没有讲到 橙花托连都没有 因为盛仲没有讲他来隐 所以也没有 就描述不到这个花 或花苔什么 这也没有讲 那如果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真的是没有的话 起列下品 是不是比下 因为下品还有讲这个 那就比较差 又何同中中品七日这个刚刚讲过 又上下品人今三七日了了文化 今何云七日文法 如果你讲的是文法七日 前面讲过上品下升是三七日 七日开始文法 但是三七日才会听得很清楚 聊聊分明 那你这里七日文法 是不是也有点快了一点 反正就是说 你不成话不拖累是因为文章略调了 不云拖累 所以礼必应有 还是有 那准下上品 就后面要讲的这个七七日化开 所以礼因 我们现在讲的这里是三七日 就戒中间 开以七日 今七日文法 又上下人大圣难无故 今三七日未了了 等于是说三七日之后才会很清楚的 那这里要区隔 他就只好做一个假设 不是假设 就是说一种说明 就前面因为停的是大圣法 比较难 所以要久一点 你这里停的只是小圣法 七天就听得很清楚了 对 下三品化开几文法 他又比 比如说先看后面经文的话 后面下品 那三品 都说化开就文法咧 那我们现在 为什么还要经这么多天 七天 他说你要比下三品 下三品其实去的时候 很久才会化开 像下品 下品下生最远那个 十二大节咧 不是几天的事情 是很多节才会花开 所以那个已经很久了 所以一旦开花之后 马上就文法 他意思是这样 因为他前面实在在发包 待太久了 所以这里 讲七天 花开之后七天才文法 还不算慢 那这里 举这个无量寿经的 说佛远八方上下 无阳术 佛国 诸天人敏 及 冤非辱动之类啊 诸生 就是生到这个 无量清净佛国者 都皆是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生 大家都在这里化生 好 第六段 那一旦生到那边 花开以后呢 经过七天以后呢 就是欲 官世音跟大世智 来跟他说法 那说法之后 文了这个法就很欢喜 得到出国 虚托法 过一小节 乘阿罗汉 所以这次讲 花开以后 得到了这个好处 的状况 所以分三段 第一段就是 遇到官英跟大世智 遇到官世音跟大世智 第二段 祭逢二圣 德文妙法 就文法嘛 文法 那经历小节后 史悟罗汉 史悟罗汉 所以 其实要短短他把它切成 三段说明 那我们就把这整个再 做一点补充 他说文妙法 那是文什么妙法呢 传当记讲 就是四地法名为妙法 因为他是小圣的根基而已 而已 当品之人 未遇佛法 若入佛法 就设了一个问说 照理讲 他如果还没有 完全没有接触佛法呢 他很可能是不定基喔 他也许素世以来 已经有些善根 没被引发出来而已 所以他应该是不定啊 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大圣法 他搞不好听得懂呢 他就说 因为看他一般的表现 仁慈是止恶嘛 虽然通大小两圣 但是正论色的话 就是在佛法的教育裡面 他还是属于比较小的界 小圣界 故五常行 就仁义理智性啊 我们平常讲这个 儒家讲的这些 或是杀到盈望酒啊 这种事不要做 都是成小圣国 做好这个 基本上就也是守住这个小圣这样的国 像知理大师 宋朝知理大师也提到说 他设了一个问 道比正小皆顺本性 因为经文讲说他往生来之后 最后是正阿罗汉嘛 从这个结果来看 他在世所做的这些仁慈 他的根基应该是小圣而已 所以今此行人 本来就是熟悉 他做的事就是这种世间的善 是人天的因 不是生文行 就是自比哪得阿罗汉的国 他觉得说 他这个问有点是说 你现在这个只是世间善呢 理论上世间善只是人天国 怎么可能正生文 好 然后回答就说 向往仁慈 即使是大圣小圣的基质 就是大家共同的根基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所谓五圣共法 这个也算是五圣共法 都要有的基础 所以和教不谈呢 人天生文言觉菩萨都要谈呢 但是在教理上佛法的这个 比重来讲确实阿罕经 讲这一部分比较多 比重比较多 所以以果来验音 是依三丈来行孝顺 所以虽行事善心债无常 既久飙心 无肉到手 顾正小果 就是你一直在行这个世间善嘛 所以最后应该也是正到比较小的这种 就小胜果啦 那这里跳开来另外讲一个就是说 从这一品开始你看 是二大师来跟他说法 不是佛 前面那五品都是佛或画佛来说法 但这里开始都是两位菩萨 大菩萨 这里有这样一个转折 那不只说大圣法来以顺品事而做这样的解释 经文确实没有明说 因为主事在解释这个经文 大概也要顺着这个脉络嘛 你解释到这里 既然前面那两品 这中品的上升中升都是小胜的 你在下 下升就中品的下升 突然把它解释大胜就是 有点不太顺畅了 所以这样解释是比较照顺序 所以这是一个总结了 四名中品下升就是一个总结 那整个中品有三升加起来就是15关 就是整个15关 那中品的部分呢 我们把这几张图来欣赏一下 你看中品上升 中品上升 小胜的根迹嘛 所以他 你看中间做的就是一个出家咒 有沒有 出家咒 穿身服这样 然后在临终的时候感得这个 来隐的 你看这里没有菩萨耶 旁边这个都没有菩萨 都只有这个佛 这个佛跟这个出家咒 来迎接他 他应该先有感受到说 有人要来迎接 或是说 这有时候有那种先后关系 就说看到有人来迎的 之后去了这样 有点一幅图里面有好几个场景 这样的描述 所以大家先记住这个样子 这是上升 中品 中升 就比较简化一点 画的 这个人在里面没有看到了 那这里图 就是只有 好像也很 没有很明显的排场来接了 但是是有接走了 那这里会不会看到有两个佛 出家咒 我看他里面解释又说 不是两个佛 是 因为这个图 是年代很久远的 所以都有修修补补过了 所以那是 后来再画上去的时候 是画的不是很一致的位置 所以等于是重叠了 有点这样 不是为了画两尊佛 是因为隔几百年这样 后面再补补补补补补 那现在在修的时候 突然就又冒出来 那就把它保留了 所以不是指两尊佛 这是中品中升 那下升规格又更小了 一尊佛两个补补 那这里 就是更简化 更简化 这是他为了区隔这三瓶所画的一个 等于说这一瓶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 行事仁慈啊 就校养父母 就基本的一个善事这样而已 所以比较简单 好以上就是中辈的官行善 那上老大师就做了一个 种的一个祭送来赞 来赞颂这个第十五官 他说以上这三瓶都是 中辈 中行 中庚人 一日灾戒 处今年 对不对 我们在中品的 中品终生那里 都是一日一夜啊 受八官灾戒等等这些 就特别讲一日 那校养父母我们刚刚讲过了 那 因为他平常校养父母 临终玉山再教他回向 为说西方快乐的这个 这是一个因 你愿意去你就会得到 往生的果 那佛跟僧文众来取 没有讲菩萨是僧文众 直至弥陀花作边 去当然 菩萨也许花作僧文众的心貌 来也有可能 百宝花龙金七日 在花龙里面经过七天 那这个应该比较像是在 中品终生那个的为主 那前面的中品上升就快一点 可能两三天三四天就开 后面这个久一点到 最晚就七四十九天了 所以三品连开郑小珍 这三品中间这三品都是 连开的郑德的国位都是阿罗汉国 都小胜的这个国位 郑小珍 所以上来虽有三位不同 总结终辈一门之意 结束 敬 结束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十六观 第十六观就是下被观 善恶恶行 十四十五十六都有这一段 那十四十五都是观行善 只有讲善而已 只有这里十六才是善恶恶行 那去以善恶恶行在这个经文的描述说 平常大部分都做的是恶事很多 临终欲善知识那才叫善 就简单讲 当然他一生不会全部都是作恶 他应该善恶善恶只要恶比较多 那勉强要讲善就是讲临终欲善知识 他听得进去那个叫善 大理上的文字是像这样 那另外第六是描述他平常的作为 那平常如果前面那六品都讲 平常是怎么做受罚 就是你刚刚讲过就是 孝养父母啊 行事仁慈 但这里平常都做恶多端嘛 所以他就不是讲那个受罚 而是讲受苦乐二法不同 苦乐就是你如果做恶业就会受苦暴 那做善业得到乐果 苦果乐果 所以苦乐都有 这样来描述以下这三品 所以只有这两个是比较文字上明显的不同 其他意思大概都差不多 包括说三星 有没有 九品都有三星 虽然这里没讲 但是他一定有三星才会往生 这个是尚老大师的一个主张 应该这样解释比较好 不要把三星解到很高 说一定叫做发菩提心 当然你也可以说菩提心也可以有身有钱 很广都可以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赋予菩提心 比较崇高的意义 因为你既然讲上求佛到下化众生 这个内容应该要很高了啦 很丰富 我们平常如果善善的这种 就是属于还不够发心的 发心不够真切的 这样好像比较有点区隔 所以在这里是没有解那么高 所以三星是通九品都要 通九品 好 那我们底下 这里因为有特别讲这个下背观善恶 跟受苦的 这个是不一样 跟其他不一样 所以这里特别补充解释一下 下背观善恶二行 床上记就说上背中背那两背是善人故 所以子云行善 那下背这三人 使恶中善 就开始这一生大部分都作恶了 但是临终作善 所以飙善恶二行 而亦上中两背 跟他有很明显的不同在这个地方 那可观法师在三家意愿这里面有这样的提 提到说 悔有轻重 就是你忏悔 忏悔有轻有重 那为什么会有轻有重 就是因为你的根有利有顿 那其根有利有顿的话 那是由于你数世以来的这个所学习 修学的不一样 你是善根不够深厚 你就是顿根 那你说前辈子已经修得不错 你现在就比较利根了 因为谈利顿往往就是讲说 你一生下来这一辈子 好像一生出来就注定了 对啊 这个人就比较聪明 那人就比较笨 某种什么在讲这个事情 那这个你只能解释为是上辈子的问题 对不对 不然怎么会差这么多 那如果说我们很不信 我们就是瞎根人 那欲言造逆 既无重悔 逆罪不灭 如果没有造一些恶事 那你要忏悔又不很诚心的忏悔 只是做个样子 那怎么可能呢 逆罪当然不灭 非但葬往生 就是葬禁辅生 必堕无间 不但说你没法往生 甚至也会堕到地狱都有可能 如果你造恶很多 你又不忏悔 或只做个样子 那怎么会灭罪 不可能 但是如果上根人呢 欲言造逆 他有很肯切的忏悔过错 那这个逆罪毕灭 他觉得绝对不再重犯 非但不葬禁土生 亦能入味 甚至于去到那边品位还算高 也有可能 那这是上根人 那这里他举一个叫做无根性 没有善根那种性 表示那种性也是满浅的 他就举阿瑟士王这件事情 因为阿瑟士王刚好也是我们这一个 续分裔里面的主角之一 所以这个举例是有意义的 只是说有点美中不足 所以以下就做一些解释 像阿瑟士王此等虽有重悔灭罪 因为他最后是有忏悔的 但是他未必一向得生禁土 必须发往生愿 就是说阿瑟士王虽然临终有忏悔 但其实他们并没有发愿往生其方 极乐世界 这两个是要区别的 他有忏悔 所以若无愿力 故得罪灭 即已入味 但是未必得生 就是未必要 未必能往生 因为往生就是要有信愿型 你如果没有信愿 表示你不愿意去嘛 你不想去当然就不可能去 今来书中 但寅世王 叫阿瑟士王 他重悔 就是他有忏悔 这个事情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下辈都是恶人 所以他临终忏悔 能够往生其方 那现在举阿瑟士恰不恰当 因为他有忏悔 其实阿瑟士他没有文发往生愿 就在经典里面都看不出这个记载 所以是有点美众不足啦 这里就举出说阿瑟士王有问五逆经 就当时有一个比丘就跟阿瑟士王说 他听这个释迦牟尼佛说过 以前有这个摩羯国王 虽然杀了父王 那比作恶命终于 就杀了父王之后 他死掉了 那当生地狱 就像拍局 就像拍那个球啦 就像拍球一样 比命终之后 因为他有这里应该 前后应该还有一些东西才对 就他造的应该是有忏悔 忏悔过后 他命终之后 他已经真的是调到地狱去 因为他做了恶业嘛 忏悔 但是他真的是下地狱 但是又命终 地狱命终之后又弹上来 就第二生当生四天王公 四天王公结束之后 命终又往上再升三十三天 命终再往上升 炎天 兜率天 化他 化志在天 他化志在天等等 然后呢 同比命终又再往下降 再升化志天 兜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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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王公 最后又变到人间来投胎 等于说有这样一种典故的说明 如是大王在二十节里面 他没有堕到三二去 因为他之前有这样的忏悔 所以乃至于二十节 能够流转在人间 最后受人参 那也那么好的积怨 能剔除病法拙三法一 以信兼顾出家学大 成辟之佛 明曰无惠 甚至有 有这样来授记他说 你可以正到辟之佛 辟之佛果 就小盛的圆绝 圆绝佛果 所以然者如是大王 当得是无根之性 表示说那笔就跟阿舍世王说 你现在有忏悔 你就像这个样子 你是没有很有善根 但是你相信了 你有忏悔了 所以你未来还是有好的一面 可以展现出来 那实比丘说是以以便退而去 那无根性 我们进一步再用佛光大词典的做补充说明 他说 有些人他是一开头 初不知恭敬佛法生三宝 他说是无根者 就是无善根这样的人 后因为蒙佛力而生起信心 这种称为无根性 就不是数世以来自己累积的善根 而是说刚好这么有好的因缘 碰到佛 他当下生起信心 所以这样的根基还不够深 但是由佛来当助力 他生起信心 又照无逆极重罪 无善根可以解救的话 那你命中必去无间地狱者 如果因众忏悔更不重造 忏悔一定有这个含义 就是你以后绝对不再犯 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 起这样的效果 那你忏悔就当儿戏一样 只是做个样子 不算 没有达到效果 所以你忏悔 而且尽性三宝成就性格 你当下已经相信 亦称为无根性 就像阿舍世王就属于这种样子 这里又有一个大涅槃经 有这一段 说无根者我出不知恭敬如来 不信法生是名无根 世尊 我若不欲如来世尊 当于无量阿生其解 在大地狱受无量苦 我今见佛 以示见佛所有功德 破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恶行 就把我这个种种的烦恼 把他压制下来 因为看到佛 有这样一个见佛的功德 所以刚刚佛王大支田 有点就是引这样 来做一个简单的改写 另外解释那个受苦乐二法不同 照理讲在讲这个受法的时候 应该说你平常做的行为是什么 就你修持的内容是什么 你怎么修持的 那这里当然不讲修持 因为都是作恶 那作恶照理说你造什么恶业 以这样来描述 那为什么善导大师标题用苦乐二法 因为我们知道货 业 苦 这是三个不同的阶段 你心里有那个疑惑 那你造诸 就是诉诸行为 不管你讲话或行为 就是造业嘛 那造业之后你就要感受果报 那是果 苦果 苦乐果 所以我们讲造业就是善乐业 造业的果报是苦乐果 这是不太一样 苦 就是货 业 苦 这是三个步骤 这个步骤 那因云受善乐二法不同 那现在为什么标题讲苦乐 他说一种解释法 有善恶这样的势力 你现在就会受苦乐的果报 善受乐 苦就得到 恶就得到苦果 善得到乐果 所以是用这个 目前这个业用来写业的本体 就是那个货 业用应该是这个业果 来写你造业那个行为 业 业体 或散热业 有当苦乐 当在这里就是未来的 当来 就是你现在如果造散热业 未来就会遭受苦乐的果报 所以民受苦乐 这是因中来说果 就是以说你未来会有这样的 这个苦乐果 总之还是要在描述的时候 现在你做的是善恶夹杂的这个事情 而且甚至于是恶法比较多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下品的上升 下品上升 我们先把经文先看一遍 佛告阿难及韦提西 下品上升者 或有众生做众恶业 虽不诽谤方等经典 如此于人多造恶法 无有惭愧 命欲忠实欲善之事 未说大圣十二部经首提名字 以文如是诸今明固 除却千劫极重恶业 智者复交和掌插手 称南无阿弥陀佛 称佛名固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 而是彼佛极前画佛画菩萨 观世音画大事至至行者前 暂年善南指 已如称佛名固 诸罪消灭我来淫如 做事予以行者极见画佛光明 遍满其事 见宜欢喜即便命中 成宝莲花随画佛后生宝池中 今七七日莲花乃夫 当花夫时大悲观世音菩萨 及大事至菩萨 放大光明筑其人前 未说圣身十二部经 文理信解八无上道心 今十小节聚白法明门得入出地 是明下品上生折 这里还有一段话就说 德闻佛明法明及闻生明 闻三宝明及得往生 这十八个字在我们一般流通本是没有这十八个字 但是高丽本有而且这个四帖书有注解 所以表示 上导大师当时看的就是有这个字 这十八个字在里面 所以这里有特别做这样的补充 所以刚刚这样有九段嘛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夏品 夏品的上升 坐重恶业 多造恶法也没有惭愧 唯一指点还值得称颂说 还好他没有诽谤方等经典 他虽然做很多恶事啊 但是他对佛法好像还尽容言之啊 就也不诽谤啊 就是没有机会接受也读不懂 但他也不会说你那个是不可信 他不去讲这件事情 他唯一稍微还可取啦 那寓宗时啊 寓宗时 刚好碰到善知识跟他讲十二不经 大圣十二不经 首题名字 只讲经的名字 其实十二不经应该是十二个类别的 也不算是一不经一不经那个标题 所以有时候不是很好理解 那你说首题名字 只讲经名 好像也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说我们凌庄手就跟你讲说 有一不经叫无量寿经 那他会有什么感觉 可能也不很明显 照理讲你要讲这个经体的名字 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个阿弥陀佛 有个无量寿佛啊 什么都这样 你要总是讲一讲之后 他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经体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大概 因为后面解释也会类似这样来描述 所以他因为听了这样 有这么经 因为他也灵命中了吧 你要整部经讲他也听不完 所以你只是大概讲一下 他就因为有听到这个 他相信了 有这么净土的经典 而且这一位善知事智者 就叫他要称念阿摩阿弥陀佛 以称佛名故 就除了五十亿节生死之罪 前面听名字的时候 只除了千节的这个罪 那这里是五十亿节的生死罪 等于是称佛名的效用更强 你如果只听名字 有效果 但是效果还不是那么大 进一步再持敏念佛 那就效果更大 那这样的结果 也是可以达到说有佛来 但是他遣化佛 化观世音化大佛之 不是真身 是硬化的这个佛菩萨 来这里就特别赞叹说 这位 因为他有称佛名 有称名 所以有些罪消灭的可以去 那你这里讲说消灭 大概都 某种时候都是讲福祸 他不可除得很干净 一定只是说 你刚好在临终那个时候 三世开导 所以你专心一致的 你听进去了 所以你其他都万脸放下 这样才去得了 所以等于这个祸是压下来 做事与行者极见化佛光明 遍满其事 所以这临终者他自己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那当我们注念者能不能看到 也许可以 也许不一定 我们不一定看到 往生者他看得紧下 不一定 往生者见到很欢喜 就命中了 然后就成宝莲花 那根在佛后 马上就生到七宝莲子当中 那你看七日 七日才会莲花才会开 那一开 就 就 大世智啊 就观世音大世智 就 为他说 为他说 那 文以信解化 无上行 这里讲圣生十二部经 他就没有讲首庭名字 对不对 比方说 你临终前 他是跟你 用金的名字 来跟你讲大概意思的 你提以信心 但一旦往生之后 你要继续修行嘛 所以花开之后 这些佛菩萨会进一步再跟你讲 那讲的就是这十二部经的真正内容 讲得更细这样 一旦对这十二部经都很 文理信解 法无上道行 你慢慢这样修 金石小节就可以聚百法明门得入除地 我们之前也提过说百法明门 他比较不像是大圣这个百法明门 为世的这个 我觉得比较不像 应该是讲说 十性各有 每一性都有十种 十性就是十个心嘛 每一个心都在具有十性 所以十成十就一百 属于这样的一个羞质的内涵 这个就是通常在描述出地 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你后面他 因为这一句话也是比较特别是说 其他大部分都是下品 就是什么品什么声讲完就停了 不会在后面再补一句这样 那这里特别这样描述 听闻佛明就可以往生 闻不止佛 还有法跟僧都有这个效果 闻三把明都可以往生 那后面会再做一些说明 那这九段 第一段 下品上升 就是指 辨定其位 就是现在是什么样位阶的人 就是照十二轻罪 这里轻罪 因为下品上升嘛 所以他是轻罪 有时候一看十二应该是重罪的 听名词会这样 但是 他跟后面五个人 五逆十二那个再比 这里还算轻一点 算轻罪 因为我们这一品讲的是说 坐重恶业啊 不半方论经典 多招恶法 无有惭愧啊 这些 那 因为 对于 下品的终生是破戒赤罪 下品下升是五逆重罪 所以一比较讲这里还算轻罪 十二的轻罪 所以 这个就刚刚讲那个内容 平常就做这些事情 所以是简基举出一生以来 造恶轻重的这样的相貌 分五段 第一段是说总举造恶之机 就获有众生 这样的机 如果你做这个就是这种机 如果没有做就不是这个机 不是下品上升的机 是指这个意思 总举造恶这个机 就指若有众生 民造众恶就是做众恶业 做众恶业 民虽做众罪 与诸大圣不生诽谤 对不生诽谤 那第四 重叠造恶之人 非智者之类 因为他讲如此于人 如此于人 所以当然不是智者 那此等于人 虽造众罪 总不生愧心 无有惭愧 就是这样才是更愚笨的 就 其实我们一般人是做一点坏事 心里会 就说 就说有点像迫不得已 行事所迫你做这个事情 但你知道说这是不对的 自己会感到很内疚的 但这种人是不会 他做的觉得理所当然的 有些人是这样 有时候是因为他知见不正确 他以为 这就是这样啊 你看他不是这样 他不是这样做 所以这有什么差别 本来就应该这样 他就不会觉得说 有什么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别人 所以有人会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 重恶重罪 什么是不生愧心 其实这就回到我们最基本的 就是说我们平常的日常行为 就是会碰到一些 善的恶的这些分别 那我们总是 恶事不要做 善劣要多做 这是总的 但是你怎么分辨善的 这是很关键的 这就要有 很有智慧 这是要学习的 否则你分不清楚的 善乐怎么分 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首先一成为是论 玄奘大师翻译的 他里面有提说 能顺意此事 他是这一生 跟下一生下辈子 他另外的辈子 此事他是 知有肉无肉的行法为善 有肉就比较世间性的这些善事 无肉当然就是修佛法这些定会之学等等 所以有肉无肉 但是反之呢 如果对此事他是有为损的 不利的那种 只有有肉 无肉是不可能 无肉不会是死 不会是恶 有肉的这种是恶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行为如果对我们这一生 本身知道有不好影响 那当然就是不应该做 但是也许这一生不明显 对下一辈子有造成很大的不好影响 那种也不能做 因为佛教就相信有三世因果 这个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这个是不能改变 就一定要守住这个 那这样才解释得通 才解释得 否则大家如果只看这一生 你就会发觉说 有的人实在很糟糕 但是他为什么那么有钱呢 对不对 行为不堪这个 就是不堪为人所谨良 但是他就是很有钱 那我们行为这么端正 为什么很善恰呢 对不对 就日子过得很苦 就有时候会不平 那这个就要很整体性来理解 这个是 所以他这里强调重点是在说 此事跟他事 这都要看才能分辨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当然这都很原则 大圣一章又提到三种类型 这种就分层次 他说顺意为善 为损为恶 这就跟前面这个讲的类似 对不对 顺意跟这个为损 对他有好 有帮助的跟有妨害的 顺意这个就是善 为损就是恶 他解释就说 像我们五圣所修的善法 就是善啊 对不对 不管是人天 神文元节菩萨 只要他做的是善法 当然就是善啊 那这就 但是如果是 他做的事也是能召感山土果报的因 即人天中有苦果的别报 这就是恶喔 对不对 五圣通常就是你已经有修学佛法这些啦 而且做了好事 如果做坏事当然就是恶的 那这是我们一般 一般最基础的 你提高标准来看 顺这个离 能顺这个真理才叫善 违背了这个真理就是恶 怎么讲呢 离这里指无相的空性 佛 这个佛教最 这个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 缘起信空嘛 对不对 这个是最容易理解 就是 万法都因缘生因缘灭 有一定的这个条件 你要让他永久存在是不可能的 如果条件灭掉了 他就不会存在 所以他背后就是有这个空性 所以你要对那个无相空性有这样的认知 你就不会错误的执着 以为说这个一定是我的 一定要永久存在 不可能啊 不可能 那佛菩萨跟二十年所修的善法就是善 因为他们体认这个空性 他们比较不执着 简单讲是这样 那人天所修的善法是有相形 故为恶 这是层次上的差别 如果你去庙里拜拜 就求的只是说 你又让我升天这样 这种算有相形嘛 有求嘛 或者说让我事业顺利 这都还有一般性的 所以这种 在这个比较之下 他就好像比较是属于恶 不是那么善 更高的境界就是说 体顺为善 体为为恶 体就是指法界真如性体 依照此义 五圣所缘修之一切善行皆为恶 就是如果你不是到那种 如果我们想念佛的话就 念到那种无念而念 很高的境界 那都还算是相对来讲 他还是比较算恶 还不是很善 因为你还很执着他 念到那种 任运符号自然就起来 我们现在不是任运 我们现在是努力把这佛话提起来 他还会跑掉 要再抓回来 还在那边拉拉聚聚的 那你念到境界很高 他是自然而然起来 你不需要用力 类似这样 就是在比较这个层次之间 但这都是从佛学道理讲得很深 让我们拉回这个我们日常生活 最贴切大概就是了凡视讯 我想很多人应该都读过了凡视讯 我以前度也是觉得 很有振奋的这种力量 他不是一生都被 这个算命先生算定了嘛 那算命先生也是太厉害了 算得那么准 以后什么吃几蛋米 要升什么官都算得是 几个耳朵字都算得精英柱子 应该算是说没耳朵 不是啊 后来他就总算 由禅师开导他 他重新觉得 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 的确算命运师 他有一个很厉害的点是 他也算越人无数了 所以你看我们平常人一人交往 都是说 看你长的样子气质 你讲话的调调就知道 你大概是什么样的 那种情况的人 所以那相命是更厉害的 他就看到说 你未来大概是什么样的走向 人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自觉力的话 你这样 循着你的贪嗔痴 你的喜好去追求的话 你的命运大概是怎么样的演变 很容易被算得出来 也不算说容易 所以应该说是有可能的 但佛教是强调 我们自己是有转变的力量 因为你未来的果报 就是在我们现在做什么业 所以如果当机立断认为 有什么错我要改 马上改马上去转 善的变多饿的变少 那命运就会开始慢慢转向 那这里 他就把整个一生的经验 最后再总结出来 这一段是来讲说 前面是立命之学 就讲这一段故事 那再来就开始要改过了 第二章就改过的部分 第三章就积善 做善事 所以他做善事 这个时候就说 大家要很仔细分别 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善里面还有真跟假 还有端跟驱 阴跟阳 比如说你如果做 你现在做就马上人家都知道 那种就是痒 别人不知道那种好事 就是你有点是基因的那种 那种是更好 类似这样 我把它弄绿色都是比较 这个是比较好 黑色是比较差的 他就一对一对嘛 这个讲起来是很多啦 所以我们不占用太多事 所以这有兴趣大家自己看 那我觉得它很重要 也在说 你经过他的这个解释之后 你就会发觉原来是这样 所以什么叫善什么叫恶 你会分得更清楚一点 那这里只举其中 他了完事集里面提到的 他在讲这个真跟假 举这个为例就好 他就引中锋禅师这个典故 中锋禅师 原了凡是明朝的人 中锋禅师是 大约是像元朝的时候 宋元明清 元在明的前面 所以他举前面这个 元朝中锋禅师 就是我们那个三十系念 就是他做的 他写的 那他前面有几句话 就提到说 有些辱生 就是学这个孔子满下的这种 学辱生 那就去问他嘛 有点是要去踢管那种味道的感觉 就是说 比如说有英国这些 佛教讲英国轮回 这些善有善报 但是你看现在 很多人这个 大概是说 你做恶 但是你好像子孙也 还不错啊 但有人做好事 但是 后来家道中锋类似这样 那就这怎么跟你讲的这个 善有善报 恶有何报能够符合呢 就以这样来引起 那 中锋禅师就问他说 其实你不能这样看 你要 要有这个法言 要把善恶分清楚 比如说他就说 让你举看看 对方就举 来质问他就举说 你看 什么叫善什么 他们就举说 你如果骂人 打人 是不是恶 对人有礼貌 恭敬 这些是不是善 类似这样 每个人都G很多 然后中锋禅师就说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为什么不是 他在讲 比如说 你真正要区别善恶是 犹豫于人才叫善呢 犹豫于自己 如果自自利指他自己是恶 对不对 你如果打人骂人 是为了让他变更好 那是不是善 对不对 如果你对他很恭敬 讲好听话 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 那怎么叫善 对这要看你的整个前后 因果关系的 所以 所以说 有一人是善 纯粹只是利益自己 这种是恶 人之行善 利人者公 公者为真 他讲真跟假 真 利益自己就是失 这就是假 你失心嘛 有这个失心 那如果根心 则真 就是说你是真心做的 根子于你的这个真心的 那如果袭击只是跟着别人做 做个表面样子 这种是假 就你不是实际真心做的 无畏而为 则真 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 这个歪曲的目的 去做的 就是真的 若你有畏 有所畏 就是说 为了某种原因去做 这种就是假 所以这个等于是你要更知道 他背后的整个状况 你不能纯粹只看说 他现在的行为 好像好或好像不好 不一定 不一定 然后他对以上 那十则都 有这个都有很多的一个例子 说明这些 那最后他又总结说 归纳起来有十种 比如说你与人为善 我们常常知道 这成语大家常常听到 与人为善就说 你不一定说你跟别人 比如说你是一个带动者的话 你不见得说你要用语言说 你去做这个善事 不是 你可用行为让他 你就自己也这样做 慢慢让他看了 就效法你也去这样做 就是说不要把所有善事 都是我们自己做 是让别人也这样跟着做 那就是与人为善 就善事也分给别人做 有点是这种味道 爱尽存心这个大概都很容易理解 成忍之美 劝忍为善 有时候我们劝得了的 我们就讲几句他就做起来 你没有提他可能没有想到 有提到他就做了这个善事 救人为己 心见大力 舍财作福 父子正法 对我们佛教这个当然是更重要的 尊重 尊长 爱惜 勿命等等 等于他举了这样的举例 就大纲大概有这十大类 都是属于值得做的善法 善法 另外二法举比较多 是从太上感应篇 原来讲这是算道教的书 但是里面所讲的种种这些 善的业跟恶的业 都是一般人应该要遵守的 所以为什么进攻法师也很推崇 应该大家很详细去读他 譬如说这里有提到说 非义而动 你不符合道义去起心动念 那一定会做坏事 或是违背天理去所做的这些恶行 或是甚至说以恶为能 以做恶事 把恶事做得很厉害 叫做有才能的 很多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那比较极端是看电视那个 宫廷剧 往往坏的主角的话 他旁边的跟班都是能力很强的 主角说要怎么样 那旁边的跟班就说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做成这个坏事 那这种就是以恶为能 做坏事好像当成他很有才干 那这个都是不对的 那无故杀归打死 这些都是种种的罪 它里面非常多 一共有分了17个段落 算一算大概有170项 非常多 以这样的人可以说 重罪 重恶 重罪 可是罪恶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 发时间只去一个一个这样慢慢看的话 或许有很多像我们平常没注意到的 也在犯 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这是大家如果有时间 未来也是有机会 可以这样去读 那我们把这个普通字要讲完再下课 那为什么叫不生亏心呢 何故无有惭愧呢 有的是因为你贪心很重 所以历令自昏 你只想要这个好处这个好处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 这有什么愧对的不会啊 因为你的目标一直集中在好处这个点上 或者说因为称恨 心怀怨恨 所以你有这个怨恨在心啊 不土不快啊 其他都不管了 你谈不上什么惭愧 就是一定要发泄出来 抱负了才算 情绪才平得下来 那这种就是成心 那有的是愚痴根本 因为不知道那是错的 那他当然不会生惭愧心啊 那很多无知人都是这样 那有的是因为傲慢心太重 他觉得我本来就应该 我本来就比别人好啊 那就不会惭愧 那饮酒更不用讲啊 饮酒我醉大 会有那种错觉 有的是不遇政法 就是你真的没有碰到好的老实骄 那甚至更严重是 邪师邪友一直熏息 所以你附近的朋友都是不好的朋友 那久而久之就认为这样才是自然的 那就更惨 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 休息15分钟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段 命运忠实 欲善之事 未说十二部经 首提名字 这个就是在说 这个造恶的人 临终欲善闻法 欲善之事 闻到佛法 分六段 第一段说命连不久 就是命运忠实 第二段 名呼欲往生善之事 欲善之事 他特别用呼欲这两个 忽然欲到 那我们后面会有再补充说明 再来就是说 未说大圣时候 不经首提名字 就是未占重金 占 其实只是说租金的名字 那上海大师解释上说 赞叹 用赞这个字 所以表示在说这个名字的时候 应该有些描述 说这个金很好 那内容大概是 大体上是什么意思 这样你才能对这个金的名字 起一种很耗耀的心 对不对 才会觉得 对 虽然我现在可能 临命中了 也没体力去看这个经典内容 可以 时间也来不及 但是我听你这样描述 我大概知道这大概意思 就这个金的名字 我就可以有一些 这个思考的空间出来了 第四段 以文金功利 除罪千结 就说 因为文如是金明固 除却千结极重恶业 那再来 智者转教称念弥陀之好 就智者父交合掌插手 称南谋阿弥陀佛 就是 然后第六段 以称佛名固 除罪五百万劫 就是称佛名固 除五百亿劫生死之罪 所以看他在解释 如果是很简短的文字 其实只是把这个经文 稍微在前后调动一下 或几个字稍微改写 所以内容很容易就理解 只是说如果有他 字好像延伸出有点不一样的意涵 额外的意涵 那这就比较要去 再仔细看一下 他想表达哪一种意思 他的表达可能你看金 看金文的时候你自己不会体会这样 但这个祖师他这样讲 你就原来有这个意思 那就更丰富这个 这个金文的内容的一个含义 呼喻 呼喻这个王正善之士 这里补充说明说 呼喻这个字 这个名词 常常用在这个宗门中 就是所谓禅宗 常会看到这个 他是指说善根因缘成熟的这种时机 比如他举这个古尊秀的语录里面有这一段话 若是上根的众生 就上等根系的众生 忽然遇到三至四的指示 言下领会 他一讲你马上体会到 更不利于阶级地位 顿悟本性 等于一下子你都开悟了 那当然这要最上根的才有办法 这个善之士提点一下 你马上就能够开悟 所以他呼喻是用在这样的场合 所以虚有素是善缘 就是善根福德因缘 相望与造恶众生临终必敢 本来讲你造恶的众生临终一定敢恶缘 一般是这么讲 但是你突然间 呼喻善之士 那显然你有素是根源 素是的善根 因为你这一生没做太多善事 一定你是前一辈子的 所以这个往生善之士 就是智者 后面讲这个智者 因为教他念佛 所以这个智者非一般善之士 不仅教授大圣法 更教称念阿弥陀佛 故云智者 这个在我们这一部经里面 他的重点是这样 因为你临终者一定没办法讲太多 所以你一定要当下切入重点 教他念佛 只是说教他念佛的前面 你要让他知道 为什么而念 因为你要往生西方 所以你要讲到让他起这个信 觉得说 对我就要去那个地方 方法是什么 就是专心念 其他都放下 其他都放下 其实你都不要再想 因为你现在已经最后时间了 其他万人放下 你就念佛 好 占重经 十二部经首提名字 也就是说诸经的这个名字 每一部经的名字 这个有个著书就这样讲说 佛就是法身 官就是般若 无量寿就是解脱 这是解那个精明 就是解官无量寿佛经 所以佛 佛这个字你可以当就是法身 官就是我们剥肉智慧 来观这个内容 那无量寿就是已经得到解脱 没有 不再受这个时间空间这个限制 所以你是无量寿 无量观无量寿 所以光是看这个精明 官无量寿佛经 这个精明 你要做这样的解释 类似这样的解释 当之 而且你要知道说 一答三 集三答义 集一答三 集三答义 你谈法身 法身就含般若解脱 谈般若般若就含法身跟解脱这样 三就是一就是三 从一里面解无量 无量寿解意 就你看这个经体 你就体会到里面有很多意识 很丰富的意识 如果一字上达无量意 更何况 如果你一字可以做到 它里面内容非常丰富 何况好几个字 何况好几个字连在一起 甚至一个题目 题目 一个题目完就表达整个主要的意涵 当然 更何况你整本经都读 那个包含更丰富 甚至你读很多经 一切经 故金云 文首提名子 所得功德不可限量 若不如上节者 安或无限功德也 这样它在表达什么意思 表达说 如果你只听到这个经的名字 你根本没听到内容的话 你实际上是很难说什么能够灭罪的 你一定对那个法义还是要有所理解 只是说你不见得读整部经 而是 善知识把重点跟你提一下 你至少掌握到要理 譬如说跟你讲金刚经 来不及讲了 你就最后还是用哪一句 一五所住而升其心 它尤其真的采摩到要点 它也有点体会到空心 就什么都不要执着 但是你这个念头佛号还是要提起 类似这样 很短时间内你就讲到重点 它也刚好跟机构听得进去 那才有效 所以一定是有内容的 不是没内容 你如果只跟他讲阿弥陀经 他也听不出阿弥陀经是什么意思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在这里意思中 不能只有这样 不知文首题名字占重经 皆类似天台所指 像五重悬疑一样 你要把里面要点要提出来 非仅念经题而已 非仅念经题 有些法门他就会强调只念经题 这个 以这样来看就 这样好像也是不那么圆满 当然也有人会质语说 我们就只念阿弥陀佛啊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就六字 所以某种程度可以再说 我们对内容是要了解 至少五尽一路也要读过 你才知道 你那南无阿弥陀佛是代表什么含义 要达到什么效果 那你这样念起来 你才会真正是在学佛的过程 产生很大的效用 否则是口念啊 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边看电视这样也还并存啊 这样那个都变成形式化 所以这里经还是要理解他内容 所以且以理推之 这样的往生善知识 当然因为在讲净土经典 所以他应该着重净土经 在他讲所谓十二部经 应该是着重净土经典 而且要方能复交其合掌恭敬 称念阿弥陀佛 因为重点就是这个 要让他能够念佛 所以你一定要引的经 那就要马上切入这个重点 因为时间有限嘛 进一步在善达大师又设了一个问 就是说 何故闻十二部经 十二部但除罪千劫 称佛一生 反而除更多 除罪五百万劫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何意耶 他回答说 造罪之人 他的罪障很重 加以食苦来逼 就马上就要临终了 这个苦痛来逼 善人虽说多经 参寿之心福善 这个参 两点就是晚餐那个参 一样的字 你听无佛法进来 讲经的时候 你心可能比较浮动 有心善故 除罪比较心 比较轻 比较少 那佛敏是一啊 就这样一个佛号啊 你很容易设善以助心 就是比较容易让你心定下来 所以 复交令正念称明 由心重固 能除罪结 能除罪多结 就是因为比较专心 比较专一 听经比较分散 那传统记这里也有进一部分说 大概讲经是佛说的啊 佛师啊 德起列夫 难道这个他的功德还比 你自己在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样 还比较差吗 不是吧 那 但是何故文经 唯灭前结罪 称佛名除五十亿结呢 君文这么讲呢 答就说 前面只文明不口称 所以只除前结罪 那经非文 不是只有文佛名 而且称口称 所以除多结罪 这是加上去的 不是说文经跟念佛来比较 不是 是说你如果只文经 功德比较小 文经名之后 又念佛 等于是解形病状 这个意思 那就除罪就更 可以效果更好 所以并不是 你念了这个佛名的功德 跟文经的功德有胜略 也不是这样 有另外一种解释说 阿弥陀佛 因为之前在英卫 發四十八月 所以称名 能灭多结罪 另外一种解释 十二不精明 闪动心时文 于心奸杂 故为处欠 这个跟前面一样 阿弥陀佛名 以最后心称 就是你临终前很专心 于心不染 故灭五十亿结罪 所以这个是因为 因心而治不同 因为你心 专不专心 然后那个角度来看 不是静有胜略 不是说念佛比较好 还是文经明比较好 不是这样 是你专心的程度 这里又引这个 是净土情依论 怀感大师 就是山导大师的徒弟 他一样在问这件事情 波乐君明明有提说 文经不逆 胜过于供养八万四千亿 那由他诸佛也 等于波乐也这么讲 等于文经的功德非常大 非常大 这回答就说 比经供养佛是好时 就是一般的时候 状况好的时候 那然供养佛是有相心 所以这样的功德是比较少 就是你在很容易供佛的情况下 那你这样的有相心供佛 功德不是很大 持今是二时 等于做无相心 持今功德多也 那二时也可以 或许可以解释为说 当时功仰佛是佛在的时候 你才会功仰佛 那你现在持今是佛已经面后 现在已经末法时期 很不容易 那你用无相心去持今功德 这样就比较多 所以这里有点比较是在比较有相无相 那这里一转就说 现在这里 我们目前在这里是文经跟念佛 都在二时啊 不是佛在时而是 是已经末法时期 在这个时候 都是有相念啊 但是 虽然都有相 然于阿弥陀佛素愿 这个素旧元首 我们跟阿弥陀佛有这样的因缘 所以虽然二世称佛 生性极难 佛能弘今 是以称佛罪 灭多比今 比文今也 所以主要是跟佛有缘 因为他有发这个愿 一直持续 产生这个效果 只要我们愿意念 就跟他会感应 所以他是用这样来回答 那第五段 第五段 等于说你 已经 这个 这样的一个 算是 命运中 有碰到这样的好机会嘛 善知识来开导 那开导完呢 你 你 即将要命中 所以这个时候佛就画 就遣这些 画佛啊 画菩萨 来这里 迎接 来迎接 所以他说忠实 由化纵来迎 是硬化身的 不是真身 那这里分六段 第一段 第一段就说 行者正称明 你正在称明念佛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比阿弥陀佛即前画众 画佛 画菩萨 应声来现 就应你的声音 因为你在慈悯念佛嘛 他就应你这样的声音 来现出来来迎接你 第二段 化纵既已现身 即同战行人 因为他说战年 战年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补充实料 什么叫应声来现 就是称佛名故啊 而使彼佛即前画佛至行者前等等 这里就举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的佛说大圣 应该是佛说大圣无量庄严经 这里面 他说阿难吉从座齐合掌面希 鼎礼之间忽然得见极乐世界无量寿佛 容颜广大色相端年如黄金山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都称良赞叹 无量寿佛种种功德 等于是去所看到的 那这个另外在复习说前面76页 在华座观的时候不是有说到 说是与时啊 无量寿佛助力在空中 观世音大事之二大事 四历左右光明赤胜不可俱见 这是经文 经文有这样描述 那书 善导大圣四历书就有注解说 弥陀是应生极限 应生极限 所以正得往生 来证明说你被迎接 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弥陀在空而立折 但始回心正念 因为你已经立在那边 让这个临终者看到 所以他就提起这个愿意往生那种心 所以愿生我果立即得生 那为什么这样一刹那之间 马上能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必须知道在道理上 就佛跟众生体本不二 佛跟我们都是同样有真儒 本性有佛性 他完全开闲了 我们只是还没有完全开闲 但是借助于他的力量 我们可以俘获也去得了 众生迷倒故不革而革 好像离很远 我们自己有迷 但是我们自心称佛 应生与佛心佛愿相契合契入 故使如来法界深 不限而限限诸佛前 故云应生来限 对不对 如果我们回想之前在那边 相关有没有 这是第七 后来是第八关嘛 第八关不是 诸佛如来是法界深有没有 入众生心想中 他就是能够生片心片 心到哪里生就可以骗法界 如果他是骗法界 表示他随时在我们周边都有 只是我们感受不到而已 一旦我们障碍变少 变少 其实马上是契合的 就是一刹那之间 你就往生西方 感觉好像去 你可以解释为当下就在那里了 所以他已经不是那种时间空间 那种隔阂的状态 总之他是用应生来限 是因为这个启动机就是 因为我们念这个佛号 用这个来当这个密码 他听到了就有感应了 接下来第三段 名所闻化战 但述称佛之功 我来淫辱 就讲这个善然之 亦如称佛名故 诸罪消灭 我来淫辱 所以他这样讲好像 就不论文经之事啊 好像没有提到说 你还有称首要布经 耸提名字 没有讲这件事情 没有讲说 你听闻这个经文 只说你现在有称佛名 所以善老大特别这样讲 我们待会再补充 燃忘佛愿 就是佛四十八愿 他的这个意识的话 唯劝正念称明 对不对 佛的发了四十八愿 好像没有很明确去讲 文经明什么事情 没有 但是有很多地方都讲到 正念 就称佛的名号 可以往生西方 所以往生一集 不同砸闪之夜 你用称明 更有效 如此今及诸部中 处处都广叹 劝令称明 将为要义也应之 所以可见 尚老大特确实是很 更推崇这个称明 相对于观想 他觉得观想有有有 他自己也这么做啊 他并没有说那个不要做 还是有 只是说一般人做不到 所以重点主修还是以称明 比较容易 你这样比较有效果 第四 第四小段 祭蒙画仲告吉 就是画佛画菩萨 来告诉他们 极见光明片世 对不对 做事予以行则极见 画佛光明片满其世 然后接下来 祭蒙光照 报命寻中 他的寿命马上终了 见礼很欢喜即便命中 最后 陈花崇佛生保持中 就陈宝莲花随画佛后生保持中 就这样的六段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论文经之事 这个要怎么解释 虽然好像没有讲这件事 然多恶之人 不先文经而除罪 而生信解 何能至诚花愿求生 称佛名号 对不对 他就这样反问 他平常没有学佛 那你临终要叫他念阿弥陀佛 他怎么愿意念 有些人临终他 他不见得觉得他自己马上要死 他觉得他应该还有机会再继续活下去 他也怕死 很多人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正知见 没有佛法的这种讯息 有些人真的很怕 那一刻到底是什么状态 会充满那种不确定感 或是很多都变成 好像妻子儿女 所有你的财产都会不见了 那怎么办 都会挂心这些事情 所以就是 你真的要引起这样的人 他愿意念佛话 你当然有跟他讲理由 也许你讲得很短他就听进去 那就表示你功力太好了 你就马上切中压话 他就听懂了 就马上了 所以他总是要听嘛 听道理 听道理完他才愿意 使心塌地的念这句佛号 好 以诚心忏悔已有信节故 愿称佛名 也因为称佛名故才能灭罪 才能感化佛现身皆淫 所以以真实至成心 兼顾深信心 这就是那三心嘛 虽然是恶人 但是他有发这三心 称名 称恋佛名 一心一意求愿往生 就是回向心 所以有这三心 而且称恋佛名 故能感得佛应生而现 所以他的应生而现 是在这个基础下 如果你没有发这样的心 你没有很真诚的说我要去 那相信这是对的 这一定是有可能的 你没有这个信心 你也去不了 你要相信 相信 真诚 你不会说 林中午就还是做给我太太看 就是我真的有念佛 那其实你心 不是真心想去 那也没效 也去不了 所以要真诚 深信 你真的要愿意 那这样你这个佛号才有效果 到那里之后呢 往生之后 七七日莲花乃夫 夫就是开 七七日 四九天之后 花才开 那有些人可能还更久一点 也不一定 所以讲花开词是不同 就是七四九天 接下来呢 当花夫使 就花开的时候呢 就进一步有这个文法的继续修行的机会了 所以这里就讲说 花开以后 得意的这个差别 有什么不一样 跟其他比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这里分五段 第一段说 观音等先放神光 就花开的时候 你一看到 观世音大世智菩萨他们 他们先放光明 大放光明 站在你的前面 给你看 身负行者饱花之策 第二段 就说 应该就筑其人前 也表示说 观世音大世智 应该是 有 比如说类似 脚踩莲花 或什么类似这样 所以 那你 他到你的面前 那你行者 就等于是在他的旁边了 大概这个意思 那你既然在他旁边了 接下来就是 未说全身所闻之教 未说圣身十二部经 他好像没有 没有直接这样看起来 但是上脑他是解释为这样 为什么 就临终那么短时间 圣身 圣身的这个经 他这样一讲你能信解 当然是全身 你应该是修过 闻过 你暂时忘记而已 所以这样比较通 否则 这么立根的人 一生还招恶多端 有点 好像连不上起来那种感觉 就 你怎么突然间 也许 也许你刚刚讲说 以恶为能 做坏事很有才能 你也许真的很聪明 伶俐 只是说你以前都做坏事 现在突然间让你读书 马上读很好 马上开窍 以前没有读这个 现在读 但这种太少了 所以上脑大家解释为 这是他全身真的素是三根 行者闻以灵解发心 闻以信解发无上道心 所以这无上道心就是菩提心 也就是说他去到那里 往生之后 然后学的是大圣法 所以他发菩提心 接下来就明远近多杰 正临百法之位 十小杰 十小杰 不像前面那个 比较短一点 现在到十小杰才聚百法名门 得入出地 当然这个比的时候 因为他是讲学大圣 所以你这个比 讲这个时间长度 你就要跟那个上品在比 不是跟中品 因为中品的 他讲到那边学的那个结果 只讲到说 正阿罗汉果 他不是正到那个无生法忍菩萨 那个结尾 所以他在讲阿罗汉果的时候 都是比较快就正到阿罗汉果 所以我们这里不是直接跟他比 我们这比时间要跟上品在比 你这样文脉才会通才会顺 所以看这里是 十小杰到 聚百法名门入出地 对不对 十小杰到出地 如果你看那个 我们来比那个上品下生好了 上品下生在哪一页 上品下生 在第113页 113页 经文的最后那两个有没有 金三小杰得百法名门 金三小杰有没有 一百一十五页 我刚刚是讲错 一百一十五页 最后那两 经文的最后那两行 金三小杰得百法名门 住欢喜地 这是上品下生 那这里是十小杰 三小杰跟十小杰来比 是比这个 你不要拿去跟阿罗汉比 就会觉得好像时间 为什么这里比较 阿罗汉比较快 这里比较久 本来就是比布一样 阿罗汉有点像说 你跑三百公尺 跟这里要跑五公里 这样 这个状况是不同的 目标 好 那我们来先补充说明一下 为说前生所闻之教 那这个部分就是一旦你往生之后 这里是同时把它引出来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讲 往生之后听文佛法 有听到这个圣声时候的布经 那后面的下品的钟声会提说 听文大圣圣声经典 然后下品的下声会提到 听文诸法的实相 有这样的动画 那传动记就设了一个问 就说你经典这么讲 以后还要再这样学 那是否唯说念佛 如忠实化战 就是说你临终不是只赞叹 这个往生者说 你有念佛来迎接你 那去到那边 是不是也是讲念佛就好了 回答说 对 念佛确实是大圣的妙行 不说身经 来彰显佛号的功德 即如你看 钟下下下良品 忠实维稳念佛功德 但是道比观音或说圣声妙点 或说诸法实相 此乃佛名虽是浅意 而若处 就是你接触的话 也可以结成大圣成佛种子 故观音未说大圣 也就是说 你临终的时候 当然时间很短 只要启发你说 有信念要去 那你念佛当然就有效 但是你一旦往生之后 你是要继续学的 所以你这句佛话 你要更丰富里面的内涵的意义 你当然要闻 闻这个佛菩萨来说法 你要对诸法的实相 要更透彻的了解 当然你这个时候 你持续是念佛名 这样你那句佛名 才真的是种词一切法 一级一切才有这个意义 才有那个丰富的内涵 或者说一般人 我们如果 连五经语论都没有读过 我们那个 就同样念一句佛话 你那个具备的法意的内涵 其实比较薄弱 可以这么比喻 所以一可见 往生善之事临终开示 很重要非常重要 集体内容也必然是要 深妙的大圣法 一圣的佛法 你如果只跟他开示说 你念头放下 你要出三戒 了生时 那有讲跟没讲一样 因为他也不晓得怎么着力 他无丑断烦恼 所以讲的还是要与这样的一个 往生西方这样的净土法门 你才能切重要点 那后面会讲说 临结发心等等 推知 往生前虽有听闻善有为说 为世信仇 就是说 你往生那个时候时间很短 所以你听只是相信 有点就是相信圣言量 因为善事跟你讲他也无法举证 因为你程度也不见得够 也境界也不够 你也不见得直接自己能看到 但是他只是讲你相信了 这就是圣言量 所以为世信仇 直到菩萨 就是你往生之后继续菩萨的开示 方才信解领悟 你才进一步了解才真正参透了悟道了这样的一个实相 静柔发起菩提心 修诸行门 继续修行 在往生之后 你听我们佛法之后 还要发无上道心 今时小节 进入出地 那如果我们直接用起信论 讲到当然也说 他也说 信成就发心 就是比如说是出注 这样的位阶 解行发心就是三贤位 就实注实行实回向 到正发心就已经是出地菩萨 那这样整个就要历经十小节 就有的 就一样喔 所历的时间是十小节 十小节 平时你从一个凡夫 慢慢学慢慢学 学到登地菩萨 这样的过程 第八小段就是 世民下品上升 这就是一个总结 这一品的一个总结 那后面有 德文佛名法名 及文这个生的这个名字 文三宝名及德王生 这高丽本有 然后这一段 因为赛老大师有注解 他说 德文佛名 就这一段 以下 重举行者之意 再把它举出来 重复的举出来 说 这样的 这一品的这个 往生者 他有得到这样的利益 非但念佛 独得 往生 即使念法 念生 通念 易得趣 所以 以这一句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 就是说 往生西方 不见得一定要 持民念佛 才可以往生西方 不见得喔 大家记得 你修各种善业 你如果回向愿意往生 你还是有可能往生喔 只是说 你一般行善 你做了很多 很努力做义工啊 都不求回报啊 这些都是功德啊 但是相对于念佛 那些事情还是比较 就是说 散心在做 对不对 你面对各种事情各种状况 你要去处理嘛 虽然你花很多时间做很多功德 但是 你对于自己心理的定慧功夫 是比较弱的 你还是要花一些时间 在处理自己的心理的定力 你这个佛号能持三十分钟 不要胡思乱想 就表示你对你的烦恼 是比较着得上力的 不会让他带着你跑来跑去这样 那这就是 要时间累积啊 你要 这样这样每天训练 每天训练 你才慢慢有成果 那有这个成果 你 临终见正章嘛 临终那时候 你才 可以表现出说 你到死会不会慌乱啊 会不会慌乱 那平常当然也要结善缘 结善缘 临终就感得很多人来祝念啊 如果你觉得怨很多 大家都不愿意去啊 对不对 临终都毕临 都当做没听到 这样 那就 就不是很不好嘛 所以平常 为什么我们说 学佛就是要正住双修 你也是要跟人家 有很好的互动关系 一直帮助别人 该做都努力做 结这个善缘 那你自己也念佛功夫好 所以这两个正住都有的话 临终就很有把握 如果只单讲一种 其实都是很危险的 很冒险的 那从 等于是以上整个九句到这里算讲完 那 这里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 德文佛名这个地方 就这第九段 从德文佛名这里 因为高丽本有 这里就提到说 如果你真的去查高丽大藏经 真的有 没错 这里面是有这几个字 只是说我们现在流通出来的版本 比如在大正藏 他有没有 没有直接对 表示说 一般在流通可能没有 那这里因为有校对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版本 也把这几个字都放进去 草荣记就设一个问说 前六生中 前六品中 结吻之后都不明习音 就不会再讲这个 听闻佛名等等可以往生 都没有在这几句话 何故此中有事闻也 就为什么在这一品 偏偏就特别讲这一句话 他就答说 前六生人 就前六品的人 平生皆修净土的因 都是善业 未修三因解第一亿 发大道心 修行诸戒 一日夜戒 孝养父母 故生净土 其理分明 比如这些整个就是综合描述 上面那六品所提到 都是好的 都是善业 所以他生净土 这个道理非常清楚 所以 好像不用特别讲 也没关系 但是这一品呢 这一品人造诸恶业 没有惭愧 不修善音 所以忽然 忽原 就何原忽生 比净土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疑惑 就是赵沃德川 为什么他临终还有这么好的表现 这么好的结果 所以为解释这样的疑惑 重置此文 所以特别加这一段在这里 比较 让大家特别去注意说 他是有听闻佛法生的名字 为 虽平生不修善音 而有临终闻三宝鸣固 忽灭众恶 苏生彼土也 所以 是 虽然这一生没有 但是 临终有这个机会 所以能够去 那佛法生 因为我们一般都有 明确的这个 就我们一般讲佛法生都没有特定指什么 反正就佛 所有的佛 法 就所有的这个经典 生就所有的生团 但这里 我们当然以净土来讲 你可以进一步缩小的范围 法就是指 大圣十二部经 因为里面有邪 或是净土念佛法门 当然这个大圣十二部 如果我们把它解释成说 是长行祭宋 等等这样的十二种体材 这也是一种方法 或者是说 跟我们净土比较有关的 可能有十二部比较有关的 这或许也是一种解释方法 总之 我们既然讲净土法门 临终讲的一定是净土念佛法门 这样才是对应的 这就法 那生呢 也可以说就是 念的是观世音大世智 听闻他们 因为他们都有来 来营嘛 所以跟这个有关的 所以叫做 阿弥陀佛是佛 法就是净土念佛法门的 这些 比如说五经一论这些内容 生就是观音世智 这两位大菩萨 所以这是下品上升 所以其实中被 就是中品的下升 跟这个下品的上升 这是一个很大的分界点 所以我们如果自己感觉一下 你今晚读到这里 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品 你可能比较像哪一品 我自己反省 我都会觉得说 我一定不是下品上升 因为他平时做得端嘛 那我们平时都做好事啊 对不对 三世没有做太多 但是坏事 我要做一点 但是没有很多啊 我是善多恶少一点 对啊 他们稍微做也会惭愧嘛 有些觉得说 以后不能重犯 虽然好像有甜头小利 但是这个是不值得追求的 所以 而且我们一直在学佛啦 我们不是说都没学佛 所以我很相信 就我们所有人 既然都在学五经一论 我们起码都是中品下升 起码 起码 所以我们是坐中望上 坐中背望上背 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 要上品 至少上品下升抓到尾巴 这样 就这样往上 但我们绝对不是下品 但是我们有自在说 我们要当下品的善知识 对不对 如果万一有那个机缘 我们学的 道理都通了 我们自己也这样念佛 觉得很不错 所以真的一旦有机缘 不管我们亲朋好友 临命中 当然不见得是最后那一刻啦 他可能生病很久了 生活没什么方向 也许你闲聊闲聊就可以 就啦 探探口气啊 他能不能听得进去啊 慢慢讲慢慢讲 反正他也没事做嘛 如果已经体弱多病很久了 其他事都做不来的时候 那更容易专心这个 就有一个方向性 那也许这样慢慢就气入了 所以我们应该 所有人都要有志于说 你要弄清楚状况 知道怎么讲 那讲给刚好有机缘的人 那你度了一人 能够念佛往生 那这功德太大了 我们要有志于当 夏品人的善知识 我觉得要有这样的一个至少啦 至少要有这样的报复 好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看 夏品终生 夏品终生 这个所犯的就更严重一些啦 更严重一些 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 夏品终生者 或有众生毁幻五戒 八戒及巨竹戒 如此愚人偷生奇物 到现前的生物 不尽说法无有惭愧 以诸恶业而至庄严 如此醉人 以恶业故 因堕地狱 命欲忠实 地狱众佛一时俱至 欲三至四以大慈悲 即位占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 广丈彼佛光明神力 亦战戒定慧解脱之见 这是所谓五分法身 此人闻以处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地狱门火化为清凉风 吹诸天花 花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 如一念寝即得往生 七宝池中莲花之内 金鱼六截莲花乃夫 六截 冠世音大势智 以泛因生安慰彼人 未说大圣圣生经典 文此法语 其应时日即发无上道心 世民下品终生 整个就分七段 我们简单看一下 前面讲十恶的轻罪 就一般杀刀淫忘这些 所以相对来讲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轻 那为什么这里来讲比较重呢 就是因为 你既然去 前面那是不讲说辞戒 是你一般的行为准则 这里是 你去辞戒了你还犯戒 那就罪佳一等 本来做这个事 不对的就是不好 但是因为你有辞戒这个过程 你竟然又犯 就名之库放 罪佳一重 类似这样的意思 那这些举的都是很严重的 甚至偷生其物 偷到生的这些 这个生重的这个物品 甚至一些不敬说法 你这个不是以清静心来说这个佛法的话 就这是不好的 不对的 而且没有惭愧心 甚至以恶业来自庄严 觉得这样好像很好 那这个就 这个真的是愚人 你判断不清楚 你以为做这样的坏的事情 你反而觉得这样才是厉害的人 这样是不好 如此罪与恶故 那这种是要斗地狱的 所以理论上 灵命中他应该是地狱重有一时巨制 那偏偏他机缘这么好 素是有修 所以他灵中感得善之士 以大慈悲时 心来赞叹阿弥陀佛种种的功德 他的光明神力等等 还有赞叹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的 所以这人闻的时候 他这里就讲的就不是死到不禁了 讲的是直接描述阿弥陀佛的这些 这个殊胜的状况 样子 他一听很赞叹就除罪 然后马上 本来是第一门火马上变清凉 就有化菩萨来引 然后一念琴也是立刻马上就往生 一往生一样生在七宝池中的莲花里面 六劫才开 而且后面解释是六大劫 相对于更下面那个下品下生是十二大劫 所以这个解释解释为六大劫 大劫 所以开了之后 那因为六大劫很久了嘛 所以一开就不用再等时间 马上观世音大劫之急 以泛音声安慰彼人 当然你可以说经文没写啊 他也许开了之后 他又拖很久 又过了很多很多天 才讲这个经典 只是说因为前面已经解释了 有主事解释说这个已经很久了 所以他现在一开 观世音大劫之马上就用泛音声来安慰他 就说大盛的圣僧经典 所以到那里继续还是要学 文法之后就发无上道性 这就是下品终生 那我们一样就这七段 一段一段来看 第一段佛告阿难及韦提西 总明告命 这里就提到一件事 其实这个差别重不重要不一定 那就林芝圆兆禅师他就律师 圆兆律师他就特别提说 上品上辈跟中辈这两辈 指于上品标佛告等 佛告韦提西都在上品上升跟中品上升 只有这两个地方有提佛告阿难及韦提西 后面就没提 但这里为什么下品里面的上升中升下升 每个地方都提佛告阿难及韦提西 读下三品一一别标呢 以作恶他就讲理由 就因为作恶往生 这是反常的例子 这里作恶你是不可能反生的 所以因为他很反常 所以害重疑惑难信也 就很害怕我们一般其他人 容易引起这些疑惑 就不相信净土法门 不相信他会往生 所以凭特别 这每个地方凭凭的标示 就令听受 凭标示意 三个凭都标佛告阿难及韦提西 只是这个意识 让我们听的人都确认说 对 是这样 因为他临终真的是 因为素知是善根 感得善知事来开示 若一金家 品品皆有十一门故 文有银贤不限告密 至于在金家就是善老大师 因为每一门都有十一门 所以没写了就也有这个含义 所以在吴景中就说 这个不是很重要 反正就提醒你或没有提醒你 反正都来讲内容 所以这两个解释可以并存 第二段 下品上升 他指的就是破戒的赤罪 凡夫人 因为这是跟上面来比 上面是轻罪 对不对 那这里是赤罪 就是 赤是比严重差一点 但轻是更小 所以这是第二种 破戒 破戒 因为你有守戒 等于是有这个仪轨 你有受戒的这个程序 所以你明知故犯破戒 这样的赤罪 那十二为是业道 就一般我们这个行为 就是造业的这样一种状况 破戒 一家为治 如果你是破戒 就是更加 违背这个治教 就是违背戒律 等于是罪加一重 故允赤罪 比前面的轻罪 严重一点 凡辞品人总有适施 你看金武有写 你有破戒 偷生其物 有没有偷生物 还有不尽说法 还有没有惭愧 这四种 所以破戒罪 重于十恶 所以当来的 多苦 亦征 亦迷征盛 所以今一此一一定品味 就是因为你破戒 这么严重 那就开始讲破戒的内容 他说这整个就是简基造业 造这种业 就是符合下品终生这种根基 他说分期段 一 明总举造恶之基 就是若有众生这句话 多犯诸戒 就是匪犯五戒八戒 及聚足戒 这就是多犯诸戒 每一种戒 但每一种戒是说 我们如果去受持他 不受就不算了 如果我们只受五戒 没有去受八戒 那当然就八戒 跟我们不是直接关系 看你真正受过什么戒 那就要照那个来谈 明偷道生物 就如此于人偷生其物 道现前生物 就偷跟道 把它连在一起讲 偷道生物 那第四呢 邪命说法 就是所谓不敬说法 邪命说法就是不敬说法 第五段 总无愧心 没有惭愧啊 第六段 奸造重罪 对不对 以诸恶业 那内心发恶 外疾 身口为恶 就内心起这个恶念 那你述诸以行为 当然就是讲话 或者是行为表现 就是一个恶业 那既自身不善 又见者皆生 你不只自己这样是不善 人家看到你也会讨厌你 真恶你 故云诸恶 诸恶心至庄严 就用这样的恶业而至庄严 那庄严有时候好像很 我们通常把庄严用在很正面 那这个也有点很负面的 就是你就变成这个特色 很有特色 很有坏的特色 有点这种用语 第七段 民厌尸罪状定入地狱 如止恶忍于恶悦故 因堕地狱 照理要这样的 那我们就把刚刚不是有提到 偷盗生物 跟这个邪命说法 我们再做一个补充资料 偷盗生物 生其物 就是生且物 属于生团的一切物质 这是 因为有很多种不同归类方法 这里是最简单的一种规法 就是四方生物跟现前的生物 什么叫四方生物呢 就是生且所共用的那种 就属于整个教团的共有物 那现前的生物就个别的生种 不能私下处分的 不是属于你个人的 所以又称为招提生物 招提这个字是 饭于直接翻过来 它本来意思就是十方 十方 不是特定在某一个地方 是十方来的生种 十方 所以十方生物就是给大家共用的 所以叫做十方生物或常住生物 比如说寺寺就是这个寺庙啊 厨库啊就是库房啊田园啊 米饭衣服汤药 这是供养所有人可以共用的啊 那现前是指说你现前生能受用 就是说由施主施与现前生存是遗物等生活物质 也就是说布施者 就那个在家种就是给特定哪一个生种 那当然就属于你的啊 如果他是直接这样的话 那种叫现前生物 或是以王比丘的这个遗物 所以这是一种规法啦 释放跟现前 但是也有不同的更细的归纳方法 这也是用佛光大词典 他说四种生物 前二种就常住生物而分 后二种就现前生物 常住就共用了 现前就是个别的 你说他第一种是常住常住物 这很细啊 第二种叫十方常住物 要怎么分呢 常住常住就是大众共用的厨房啊 这个仓库啊 室啊 这个应该是社 室社 或种具花果树林田园等等 通与十方不可分用 你没办法分割啊 这是等于是 有点像是动禅 不动禅这样 大家都要共用嘛 故为常住物中之常住物 那十方常住物呢 是指十方生之常住物 指供给大众 像给大家吃的饭啊 餅啊等等 齐体通于十方 唯局限于本处受用 就是你十方生都可以来这里享用 但是在这里用啊 因为就是这个寺庙嘛 所以当然来这里 但是都可以用 其实我们很多寺庙 尤其中国传统的很多大寺庙都是十方丛林 都是就是你十方生都可以来这里挂单啊 慢慢演变有些就变成比较小的 就因为十方常理事实上是不好经营的 就来来去去 大家理念不见得一样 所以有很多比较小的寺庙都会变成子孙庙 这样 师父传徒弟 师父传徒弟这样 那都是大概很熟悉的这些人 比较小规模 那各有特色啦 这个十方通常就指这种 来自十方都可以来挂单这种 那他们所享用的 就是所谓十方常住物 那现前物呢 就是各比丘自己个人的这种失物 就供养给你的衣服啊 给你的药啊等等 这是现前这位生仲的这个 可以用的这个物品 那十方现前物呢是指 亡生 就是如果这个生仲 就是亡生了 他留下来这些金物 他留下来这些金典啊 物品啊 那这些是可以散给大家用的 继续用 所以可分与十方生 为各比就现前所属者 故称为十方现前物 你之后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分法 那至于邪命说法呢 就是经文讲不敬说法啦 那这里传当机引说 有一种不敬说法 有分成五类 譬如说 自言尽知佛法 如果说这种 讲经者或者是说法者 他说 我所有佛法都知道 三藏十方部 都非常清楚 那这种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说即使很多人 很多生仲很厉害 都是越过三藏 没错 但是越过 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喔 因为每个人 对某些义理比较契合 所以你 这里读得很清楚 但有些会跳过去 就说 虽然读但是不太懂 但你又不可能在这里耗很久 因为你要把三藏要越过嘛 所以就是会 就是越过 但是不见得充分理解义理 所以你看同样的越三藏 像惠信法师 惠信法师 已经往生很久 一阵 他就厉害了 他有出版这种《大藏惠乐》 有没有 三大册这样 他等于读完《大藏经》 就把他重点摘要出来 所以我们一般在 一般人在读这些经典 你如果参考一下他的大藏会 是很有帮助的 他你摘了一些要点 也把这部经 有不同的翻例都放在后面 所以就整个大体的环境 都大概知道这样 即使这样 惠信法师也很谦虚认为 他在很多地方也不太懂 所以不见得是 如果自己讲他什么都知道 那这种就是很多不知道的 另外第二种 说佛经使出诸经中相为过失 你只用这一经跟这一经不同 来讲说那个不对 这个对 那如果这样就不好 每一个经 我们都要以这样的心情来看 他都是气里气机的 适合什么根基 什么场合他去讲这个经 所以对某些众生有点 那一步经就是最好的 最适合当时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要任意去 因为不懂我乱评论 所以不要有效 我们最好是以融合说 这一步怎么状况很好 这一步经讲这样也很好 那适合什么 但对我们自己修学 我们挑某一步经 最适合我 怎样 那至于 大家一起修学 就会发现说 我们大家都很自讨大和 大家都选类似的某几步经 那就有互相勉励的一个效果 三者余之法中 心里不信 如果你对这个法就不信 那你要讲给别人信 怎么可能 还有至已所知非他经法 这个类似的 就是你批评别人 或是以利养故为人说法 你为了求什么好处去讲 那这个你 你就会把这个内容讲得 这个不是很妥当 另外不禁说法者有四种过失 第一种是清心说法 因为你有前面种种状况嘛 所以你就把这个说法 你不太尊重这个法本身 所以你就很 就是太轻乎太随意了 就简单就把这个讲 所以这样的话 你根本连智力都打不到 对不对 你随便讲了 第二种说 你求名利己 是有利己 但是你未己化他 你只求自己成名 你没有想到说 听的人有没有听进去 有没有听懂 这样就不够不好 第三是胜负心 未求见识 你只求说来的人要很多 他怎么那么多我这么少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他 把他都吸引过来 这个也不对 或是未求世报 世间的这些 有没有好的等于是回报 所以你就会引证缩写 对不对 你就会吸引大家 会想不好放光 或怎么样 来信 这些都是说法不尽 邪命说法也是类似 有点这种现象 就是说以邪因缘不尽说法 立仰佛命不尽说法 顾名邪命说法 他说五种行为求立仰固 而自佛命比就当身界之 像乍现意象 让人家心生敬仰 或自说功德 自说功能 一人扬己 把自己推得很高 别人都扁得很低 让所见者心生信 敬 其实这样 我是很怀疑这样 人家会不会信 通常你会敬重他 不是他自己讲 他自己多厉害 一定是别人说他很不错 他自己要很谦虚 这样才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 如果他自己讲这都不好 或是沾相吉凶 补命相形 当然叫算命 这都不好 高僧县威大僧 大禹高僧乍县威令人敬畏 这个也不好 或是所得利益动人心 希望获得对方供养 这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好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上报是从恩 下记山徒苦 若有见闻者 西巴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